女神情路难 隋唐被砍恋情 热泪盈眶 美女恋情难持久 各个情路都难走 在娱乐圈更是如此 像隋唐这样看似 风光无险的大美女 情路那也是 山路十八弯 甚至被半路杀出的 王心灵杀了个片甲不留 与遥远好的八年感情悲剧 收场有些日子了 虽然这让无数宅男 环形鼓舞 但情商难遇 每每现身活动 提到旧情 开场泪眼朦胧 我的心里真的 好像被那个美工刀 在一起的再继续的歌 昨天隋唐与杨佑宁 主演的偶像剧 举办首映会 隋美女一开始心情还很好 与杨佑宁情理互动 雾爆猛料 场面欢乐无限 常常比较强势 然后比较常欺负我 他真的是一个过动的小孩 他很喜欢动不动 就是捉弄人什么什么的 所以导致我有时候 的确会对他不耐烦 看着两人私交甚好的样子 现场保持着一片 欢乐祥和的气氛 但过了不多久 隋唐的感情就是再次 被现场的主持人提及 女神瞬间陷入尴尬 杨佑宁眼急手快 立马就场 果然一提到感情就决定 隋唐的泪水又再一次 在眼眶里打转 谁的眼泪在飞 小便宁宁都说不要急了 这是人家眼泪的开关 懂不懂